大家好,我是黄昊明 真的很遗憾不能来到现场 只能用这种方式来跟大家见面 我确实演过很多的霸道总裁 我觉得我演的还行 但是网友们总是告诉我 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 唉,真是霸道网友 我,卑微小明 确实,现在很多人都拿这句话来调侃我 搞得我都不敢发表意见了 有一天我去演戏啊 剧组的工作人员说 唉,小明哥,给你准备了盒饭 你先吃一口吧,你觉得呢 我一句话都不敢说 那一整天,我什么都不觉得 就觉得饿 今天大家聊聊职场 其实我就不是那种要在职场上混得风生水起的人 这么多年,我凭着努力演过一些很不错的角色 也在不经意间给大家留下了不少的喜剧作品 比如说,身高,表情包,邪魅一笑 and not at all 你们这些喜剧演员啊 没法跟我比 跟我比起来的真的是 没什么拿得出手的作品 一个都没有 脑袋套啊 脑袋套是怎么来的呢 那是北京奥运 我唱了一首歌 当时录完 我问身边的人 说怎么样啊 他们都说 太棒了 amazing 唱得太好 然后就播出去 迅速成为 我喜剧生涯的一个高峰 当时我就知道 在演艺圈这个职场 只要你成功了 就没人愿意跟你说真话 说真话的人 全在网上 更惨的是 身边突然有人跟我说 哥 你这几天就不要上网 我就问 网友怎么评价的呀 他们就说 em 网友们 说得可好听了 比你唱得还好听 后来我也开公司了 当上了真正的霸道总裁 真的很霸道 员工父母过生日 我会给他们安排 一个蛋糕 一束花 加一千块 我还带他们全家 一起去坐游轮 我要让爸爸妈妈们知道 你孩子在我这工作 我就是要让你们 全家都快乐 就这么霸道 后来 想来我们公司的人 越来越多了 我就改成 后海划船了 就是这么灵活 但是我对员工啊 还是很好的 平时找我帮忙 我都会尽力帮 什么要周杰伦门票的 要古天乐签名的 我都一一照办 一边照办 一边纳闷 怎么从来都没有员工 找我要签名的 他们可能看出我的失落 每次找我要古天乐 签名的时候 都要顺便要我的签名 厚厚一打 让我签 我可开心了 拿过来一看 报销单 给我气的呀 有一次我就直接给他签了 古天乐 你找古天乐报销去了 开玩笑啊 我其实经常给员工们发红包 但是我们公司呢 也是讲法分明的 比如说迟到了 要有惩罚 但不是罚给公司 是给公司的同事们 发红包 像我今天没有来 也算是迟到了 那我就给大家 发个红包吧 好吧 来 现场的朋友们 手机拿起来 咱们建个群 太麻烦了 不是我们山东人的风格 我现场直接发 好吧 来 山东的朋友们 来吧 红包发起来 来了朋友们 哇 哈哈哈哈 终于 我挨的疤了 小伙伴 走 弟弟 弟弟 来 给你动 别动 来 主持人来 好好 谢谢 我们也好 智盛真的有种回老家的感觉 我感觉现场里这些人 应该有人过年跟智盛合过眼 哈哈哈哈 哈哈 对 这个 拿红包的人 你们懂我什么意思 对不对 啊 是吧 说的不好 大家也假装要笑一笑 啊 他真有钱啊 我对他 真有钱 好 大家很开心 是不是 啊 平时啊 我也这样 就喜欢给员工发红包 还会把看到人 都当员工 给他发红包 啊 就喜欢看到大家 开心的样子 你们可以到我的公司 去打听一下 或许会有人说我英语不好 但没有人 说我人不好 每个红包 都是有它的价值的 哈哈 这 就是我 做人做事的理念 做事之前 先做人 想要员工 好好做事 老板 老板 就得好好 做个人 谢谢大家 我是黄晓明 谢谢你 明镜离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